所以接大使看到这个讯息很心痛 我们台湾不缺外交人才 对不对 但我们台湾缺的是什么 这个82年的邦誉就这样被玩完了 对 而且最后变成双方怒言相向 做得蛮难看的 这个其实很多邦交国都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然后呢 搞一个所谓说知情人士 也不敢讲是真名什么 也没有 就是不晓得什么知情人士 把那个价码讲的谁都不相信 那么65亿 几十亿 其实我们外交从来 我们这个邦交从来没有搞到那么高的 那12亿就已经是天价了 12亿就是我听过最恐怖的一个数字 而且这个12亿 从原来的2亿加码到10亿 全部在绿色的媒体上 每一字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呢 而且都是美金 而且都是美金 而且龚明星还率一个66人的产观学代表团 去立陶宛 去签了六个议定书 然后要在什么电子 什么一大堆地方要进行合作 请问一下 你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那14个邦交国会不知道吗 立陶宛有跟我们建交吗 也没有建交 后来挂牌也很难看 叫立陶宛贸易代表处 前面加一个代表处 贸易 然后呢 你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做得这么明 然后今天宏都拉斯的大使 就跟台湾 就跟吴昭先生 你给立陶宛可以给12亿 那为什么不能给我12亿 立陶宛200万人 我1000万人口 立陶宛土地多大 我11万平方公里 我跟你有85年的交情 我们当初在讨论立陶宛内提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已经预测了嘛 介大使当时也预测 证明这个拉丸包的预测是准的 后遗症逐渐浮现 这是什么时候而已 现在就是啊 这个重头戏开始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介大使 外交操作有很多种方式 当我们知道这个邦交保不住的时候 最重要保住尊严嘛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样保住尊严 我们的外交部 召回我们的这个祝宏大使 我看有些媒体怒召啊 就是生气你知道吗 怒召 怒召可以保住我们的尊严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怒召 吴钊谢回他自己家里去 怒感吴钊谢下台 这个大使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抒情张仪再次 也没有办法 因为主要是外交部的做法 他是受害者 就是你对这个立陶宛的做法 你波及了宏都拉斯 对啊 所以宏都拉斯这个大使很冤啊 他能够跟 他怎么知道 吴钊谢在对立陶宛的时候 大张旗鼓给人压食而已 对于这个大使来讲 这个心理压力啊 还有你知道他一生背负的 就是一个断交大使 这个烙印会烙在他身上 但说真的不是他的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交部 第一时间这个怒召 把这个祝宏大使召回 有一点点像是怎么讲 就是你办事不利 有点这种调调 我觉得吴钊谢从一开始 就跟宏都拉斯就是玩硬的 这个邦交谈判不能 随时就用这种出硬招 谈判是要 基本上的话 是要有妥协的空间的 那对方要 要一千一亿的话 一亿美金 每年要给他一亿美金 你可以跟他来谈 谈一个中间的数目 我们外交很少说 我今天要这个就一定要这个数 那你就来谈判 看你吴钊谢能不能谈 然后人家六亿希望你调整 人家没有说全部歼免 那你也可以跟他谈 谈判都是在找一个妥协点 不是要多少给多少 那基本上 你看吴钊谢跟人家谈了一年 我认为 因为这个去年 这个立陶宛事情一出来 我说所有邦交国一定就找 找吴钊谢说 你给你给你给立陶宛这样 为什么不行 我是你邦交国 他还不是 对我要跟你谈 所以他跟宏都拉斯也谈了一年了 那可是这一年 为什么到最后 最后就在这几天爆开呢 就是因为蔡英文不去宏都拉斯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 本来你应该让蔡英文去宏都拉斯 跟他的总统 再好好再做 那蔡英文为什么不去宏都拉斯 是早就知道不乐观 还是说不想给钱 所以不去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以吴钊谢过去的做法的话 他以为宏都拉斯 这个好 美国会帮他是吗 对美国帮他 而且说实话 中国大陆线对 挖我们邦交国 我看也是没兴趣 也是没兴趣 所以这个外交部决定 跟宏都拉斯 怎么样 警告他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施压了 我不怕你 然后就叫蔡英文 不要去 不去 过门而不入 这个是极大的 极大的忌讳 我认这个是最愚蠢的一个说法 而且外交部的官员 在立法院搭巡 也证实 她说他们认为这个时间 蔡英文不适宜去 我这个时间 最好是蔡英文去一下 然后再去谈一个数字 因为前面不是还看到 绿媒的新闻 说美国在出手 叫宏都拉斯 不可以跟台湾断交 美国出手 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美国最后 很简单 她就说 搞了半天 以为有什么深仇大恨 就是那几个钱的问题 那你蔡英文又不是没有钱 对不对 你们随便的那个 随便这个 你们这个 抗这个COVID的时候 你们花了八千多亿 也没看你做得多好 你们有的是钱 那你这个也不过 不到十亿美金的钱 而且你们给立陶宛 给了十二亿 这个为什么不给人家呢 那我问一下杨明 这个我待会就要换题 我问一下杨明 你觉得呢 这个时间点会在这个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时候就咔嚓 切下去吗 这个当然是要看他们这个到对岸的这个谈的进程如何 但确实很有可能啊 因为下个礼拜三这个蔡总统起飞机起飞之后到4月7号 是有这个大概将近10天的时间 如果在3月29号他上飞机之前还没宣布断交 那很有可能就在那个时间点了 对所以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最尴尬的其实是赖清德 为什么 目前卡斯楚就职之后 蔡英文没有当面见过他 见过他的是谁 是赖清德 而且赖清德去年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时候 台湾跟美国是变成好像我们的媒体的重点 不是放在宏都拉斯 我们的媒体重点是放在贺锦丽 我们是放在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副元首的互动 好那可是呢我去看了一下总统府的网站 他里面其实去年这个赖清德去当面访问的时候 提到一件事情后来没有实现 就是他邀请卡斯楚到台湾访问 说希望两国都是女性的元首 能够有一个这个见面 怎么样的一个互动 可是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外交人员 如果去年这个赖清德作为特使 曾经有向我们的友邦元首邀访来台 而过了一年都没有任何回应 其实应该就已经知道这个警讯就已经是 就已经等于说你知道去年有蛮多 在这个疫情全球疫情稍微舒缓的状况下 很多友邦的元首都来到我们的国家 都来到台湾了 因为很多国家都会先从友邦开始访问嘛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几年 大家没有办法出国 好结果洪都拉斯的这个元首 他没有来台湾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外交的体系 一定掌握到了某种程度 所以这一次连蔡总统出访 也没有安排洪都拉斯 所以这个应该都是彼此都很清楚 应该就是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 你看结果最近马上新闻就出来什么 他要什么60亿美金什么什么 大家开口 老实说我觉得去年我们还在跟他讲说 我们希望深化两国的邦交怎么样怎么样 今年就把人家讲成说死要钱 我觉得这个也分手不出恶言 也不出恶言没错 可是这一次召回洪都拉斯大使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 很担心一个状况在发生 那个尼加拉瓜大使回不来的状况 这个才可怕 我们那个尼加拉瓜大使从此以后就 就不见了 监察院那个调查报告出来 然后说后来外交部也说跟他没有联络 因为他就变成尼加拉瓜人了 不回来 对他就不回来 不是回不来 是不回来 他是不回来 他就变成尼加拉瓜的这个国人 那所以我说我们这一次 趁还没断交赶快你大时间回来 不要发生我觉得有一种这种预防针的这种效果 好所以大家看到了哈 这个82年邦宜应该是保不住了 就看时间点啊 会不会这个让台湾更加难堪 就落在这个蔡英文这个出访的这个时间 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是澎湖福澎喜来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但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我觉得就会变成了 这是在那个咱们的去年